维吾尔族歌手作曲家马赫木提·苏莱曼去世 根据维吾尔人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信息 著名维吾尔艺人多彩的歌手和作曲家马赫木提·苏莱曼 于11月22日星期日去世,享年52岁 马赫木提·苏莱曼于1968年出生在卡什市 以婉转动听,深厚深情的歌曲赢得了人们的心 关于他的死因没有立即的消息 他去世的消息震动了东都决散和海外流亡的维吾尔人的心 同时,社交媒体上分享的信息显示 东都决散维吾尔人不能自由地表达对死者的祈祷 尽量避免使用被中国视为敏感词的宗教词语 根据美国广播公司21日报道 维吾尔族穆斯林被迫烦烧伊斯兰教书籍以避免中国当局的镇压 据报道,中国对东都决散穆斯林的精神、教育和文化生活增加了限制 报告说,穆斯林家庭烦烧伊斯兰教书籍并将痕迹藏在家里 美国广播公司报道说,在过去的一年中 有14名维吾尔族男子因其在线通信和政治见解遭到警察的询问 报告指出,有关维吾尔人的罪行是购买有关伊斯兰教的书籍 这位投离中国并继续在国外出版书籍的出版商要求不要透露自己的身份 因为他的亲情中至少有40名是由于他们的宗教信仰或者与他的联系而被捕或监禁 华盛顿邮报引述两位联邦中医院梁牧报道 苹果公司正积极说服中医院减轻防范维吾尔强迫劳动法案的冲击 中医院在9月以压倒性多数通过法案 要求企业不得从东都决散进口产品 除非有办法证明公益链没有雇用任何受强迫劳动的劳工 苹果公司的供应链极度依赖中国 包括台湾代工厂鸿海和说创委在内都在中国固有大批劳动力 人权团体调查曾发现苹果代工厂也雇用被迫劳动的维吾尔人 苹果雇用的游说公司为迅猛政府关系 该公司也承认正在为这份法案游说 支持该法案的美国劳工联合会和产业工会联合会国际部主任范恩格表示 苹果希望大家只会坐着空谈 不用担负任何后果 他们很震惊 因为这是第一次正正有强之力的影响 苹果执行长库克在7月份中医院听证会上说 强迫劳动令人验证 我们苹果不会容忍 库克强调如有发现这类事件会立即与相关厂商终止合作 中国多地武汉肺炎疫情出现反弹 上海等地今日均发现本地确诊个案 上海浦东周日晚间最新通告 在对此前确诊病例密切接触者排查中 在发现两例武汉病毒确诊病例 随着一名班医员在22日确诊武汉肺炎 22日晚上海浦东机场突然要求所有机场相关人员进行核酸检测 人潮推及场面混乱 昨日晚间上海浦东机场启动紧急核酸检测 要求所有机场内货运物流人员接受裁减 累计采样将近14000人 从网友在现场拍摄的影片可见 大批工作人员互相推及呼叫场面混乱 在社群平台上引发热议 俄罗斯外交部就美国退出开放天空条约发表声明 声明称美国一再宣称俄罗斯违反条约规定 无视俄方所提出的磋商要求 声明强调美方上述想法不可接受 俄方将力争要求开放天空条约现存缔约国 做出履行条约义务的严格保证 保证允许俄方在缔约国领土上空 执行观察飞行 坚决不像不属于开放天空条约缔约国的第三方 传递在俄罗斯空中侦查所获的情报 开放天空条约允许参与国彼此公开和收集军事力量及活动信息 开放天空条约至今为止共有34个缔约国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 他已经准备好与任何美国领导的工作 但目前还无法承认拜登在选举中获胜 普京中日接受俄罗斯国家电视台访问时说 我们将与任何有美国人民信心的人一起工作 但是这种信任只能给予拜选方已经认可胜利的候选人 或者是以合法的方式确认结果之后的候选人 普京将克里姆林宫的决定 不祝贺拜登定为正式 没有别的用心 当被问及此举是否会破坏美俄关系时 他说没有什么可破坏的 他们已经很糟糕了